Hello,大家好! 在这个专辑当中,我将分享给大家 我是如何自学德语,从零基础到德负19分的 今天的视频主要针对A1至B1基础段的同学 那么接下来,我将分享的是B1至B2和备考相关的视频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关注哦! 今天我将教大家围绕熟悉基本发音、词汇以及语法 分享给大家学习重点、学习资料以及学习计划 让大家在听说读写四大板块同时进步 大家可以配合视频下方的进度栏 寻取自己想听去的哦! 第一,德语、助手、单词查找神器 苹果用户也可以一键删除后台 使用官方免费版本 每日德语听力是练习发音听力的宝藏APP 以及德国人自己开发的官方免费语言学习平台 德国之声 此外,多邻国也是督促大家坚持学下去的APP 能坚持学下去就是掌握了学习一门外语的核心要素 纸质资料建议大家是同济大学、德语 这款书是由同济大学出版 符合国人的学习思路以及逻辑思维可以综合提高 具有词汇、语法等多项专项训练 另外一本是由Hurva出版社出版的 严谨的德国人 制作的书籍非常适合德语为外语的初学者们 上面有围绕单词、语法、听力等多项专项训练 最后想推荐的是Deutsch Perfect的这一类书籍 这一款书籍是UP主我 从零基础到德副背跑一直在阅读的德语文章 它覆盖了从简单到中等到比较复杂的阅读文章 搭配科学的精读和贩读 涵盖从生活、娱乐到科技到明星八卦等不同话题 每天阅读30分钟你将会收获的是 阅读速度逐步提高、地道的词汇表达、 丰富的口语资源以及实用的写作技巧等 接下来我将聊一聊发音 因为英语和德语同属于日耳曼语族 所以两者之间相似点很多 但是有一些不同的点 在视频的后半部段我将给大家拓展 在这里我先讲一下两者之间发音的不同 那比如说这里的英语词 所以根据上面的例子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德语如果掌握了基本的字母和字母组合的发音 我们是可以把单词发出来的 而英语则是需要借助音标这个辅助的工具 才能把一些单词发出来 这一点是和德语不同的 所以大家如果不知道字母发音的 可以去每日德语听力或者是某站上学习德语字母的视频 那里也有母语发音的教学视频 帮助大家学习德语字母的发音 之后大家就可以到德语学习之声 去了解字母与字母之间组合的发音方式 在那上每一个课室都有配套的链接和视频 我建议大家每发一句 大家就可以按住暂停 跟着它模仿 慢慢的你就get到了字母与字母组合之间的发音规律 你就可以自己上手发一些单词了 接下来你就可以配合多灵国这款APP 来巩固你心学的字母发音 以及做一些基础有兴趣的练习题 建议大家把心学的单词分类 分成动词名词和形容词 这三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动词 动词具备可分动词不可分动词 规则动词不规则动词等等等等 最让大家头痛的语法就是阳音中三性了 还记得弹幕滚动法吗 就是弹幕中不断出现你不会的单词 你就能对这些单词加深更多的印象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买阳音中性的抱枕手指等等 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刺紧的记忆 当大家有一定的单词以及语法的基础后 那就可以观看德国之声的Nikos Make 他的好处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语言学习 通过基础的语法和词汇将语言的学习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 课后也具备单词表语法点的复习巩固 很多小伙伴在后期说听力不好 原因其实只有两个 第一就是单词储存量不够 第二就是语速太快跟不上 那么针对于单词不够 在这一个Nikos Make这个频道当中 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讲故事 或者是比较有趣的方式 不断让大家背诵这些单词 前期积累好单词后 后期就可以跟着模仿了 提高大家的语速 他说一句我们按住暂停跟着模仿 比如说 那我们就模仿 如果没有听懂没有关系 按住暂停用德语助手查找一下这个单词的发音 写在旁边或者积累起来 我们继续听继续模仿 直到听懂为止 建议大家上午30分钟下午30分钟 对于你掌握德语的核心词汇有非常大的帮助 当你规律地练习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单词 它频繁地出现在每一个课程当中 这个时候你对这些单词 记忆点刺激点就已经足够深了 不管是在日常当中还是在考试当中 你就能很快听懂了 你就能跟上它的速度了 等晚上的时候 建议大家观看一些德语的搞笑视频 或者是德语的漫画 比如说我十次经常看的小猪佩奇 他天天在那模仿 所以大家想一想自己学习中文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不断模仿出来的 所以这个方法真的是锻炼你听你YYDS的方式 我们还可以搭配德语教材 我之前说的统计大学德语专项练习 Deutsch Perfect以及 Heber 记住语言是不断重复反复练习才出来的 所以大家不要厌烦前期做反复的练习 每一次反复的练习 都在刺激你的记忆更加深刻 所以建议大家搭配这些教材 来反复刺激你的记忆点 如果大家想选择线下的德语班的话 我推荐新东方 新东方语言培训始终是行业领先 他每天上四个小时的所有的课程 再搭配你的自学效果会更好 尤其是要到德国留学的朋友们 非常建议大家采取线下 以及自学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如果你马上要到德国上语言班 我推荐像威尔兹堡这样的小城市 它的消费水平比较低 中国人是较少提高语言比较快 像比较有名气的北威州的语言班 因为中国人比较多 消费水平比较高 娱乐项目比较多 所以提高语言比较慢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啦 感谢大家콩 toughest 为什么 晚安 Parl being